看诗篇119篇 诗篇的119篇 我们从33节念到35节 这个做诗的人在诗篇119篇这样讲 主啊求祢将祢的律律指教我 我必遵守到底 求祢是我悟性 我便遵守祢的律法 且要一心遵守 35节 求祢叫我遵行祢的命令 这是我所喜悦的 这几节圣经啊 我们如果仔细查考 就会得到很多的很好的教训 33节在说这个神的律律 神的律律就是这些典章 这些制度这些东西 还有一些宗教的仪式 他说求神让我明白 然后我就能够遵守 就能够遵守到底 但是到了34节啊 就进到另外一个层面 中文讲啊求神给我悟性 这个英文是用了解 但是这个悟性啊超过了解 不是我们知识上的了解 因为后面写说要用心来遵守 那个悟性啊代表你心里完全的明白 你不但是了解 而且你心里肯定 然后你就可以去造神的律律 神的律法 律法就是神的法律去做 这个悟性啊使我们从心里面 遵循神的法律 我们来读神的话 我们听到 第一个层面就是要了解 他的意思是什么 你了解 了解了以后你可以说 我用我人的意志力去遵守 好像那小孩子一样 老师教他说你要遵守啊 你要遵守啊 你要不要讲话 上课不要讲话 就要聚会的时候不要走来走去 小孩子了解了 他遵守了 但是他太小啊 他没有办法从心里面肯定 老师走掉了 他又开始顽皮了 那什么叫做 从心里面有悟性 去遵守神的道呢 这个小孩子长大了以后 他心里完全明白了 他敬拜神 在教会敬拜神 你不能走动啊 因为神就在这里啊 那心里面有一种敬畏神的心 他的老师不在了 他在那边很敬畏神 我们听到物质表示说 我们能够有这种的心里的肯定 所以这里做诗的人说 神啊 你给我这种心里的肯定 我们这里面很多人在听到 没有人强迫我们要心里肯定 我们都是大人了 我们心里能够肯定 是谁给我肯定的 神借着圣灵让我肯定的 所以到了新约啊 我们就讲圣灵啊 我心里有肯定敬拜神 我不必要人讲啊 你聚会要准时哦 聚会要注意听哦 你不需要人家讲 你回家以后也是一样啊 你会自己想看圣经 再没有时间 我也会找时间去看圣经 因为你心里已经肯定了 我们如果心里还没有肯定的时候 我回家啦 我公司 我的事业 有很多的事一忙 就没有了 就不见了 为什么我们有一些人不来聚会啊 因为他还没有心里肯定 因为他还没有心里肯定 那中文讲 用中文讲就是 他的悟性没有打开 那意思是他们的理解是 他们的理解是没有开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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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英文啊 用understanding 因为有点不太了解 中文比较好 悟性 悟道 所以我们今天讲悟道 这个题目啊 应该是年纪很大的人来讲啦 我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了 因为你这个要有经验啊 你不是大学毕业研究所毕业 得博士你就会悟道 不可能的 这种人要在神的话上面 在生活上有一个顿悟 有一个体验 我不是讲这个我已经达到了 但是我们要有这种的追求 小弟也是跟大家追求啊 不是我站在这里我都做到 不要这样看 我讲也是对我自己讲的 三十四节就是心里面的认定 叫做悟性 三十五节 他说求你叫我遵循你的命令 有的英文是用 在神的道上行走 walk in God's commitment 神的命令上面行走 这就是我们讲的行道啦 这就是更高一层啦 因为他把神的话 当作他平常在走路的东西啦 他所做的所行的 都是照神的话做啦 神的道跟他合在一起啦 这不简单啦 人家看到他就是看到神的道 所以圣经有人讲说 我看到那个先知 这就是神的人 他走过去看他知道这是神的人 有一天我们走过去了 你的朋友会说你是基督徒 从他心里面讲出来 那表示啊我真的把他行出来了 这种的人啊下面讲啊 这是因为这是我所喜乐的 因为他行道他很高兴 不是当作一种命令 也不只是一种肯定 而是他很喜欢去做 他很愁 很喜乐 可能受到逼迫 他很喜乐 保罗被传福音被人家掛到监牢里面 半夜唱诗祷告很喜乐 在监狱里面那么困难的地方 那么不好的环境 他会唱诗会赞美神 因为他生里很喜乐 因为他跟神在一起 所有监狱的犯人 都在那边听他们唱诗祷告 这个就是跟神同行啊 这33节到35节讲了三个层次 那我们现在来看 我举了几个例子啊 在圣经里面几个例子 他们讲的悟道 他们悟道的情形是什么 悟道报告对人生的了解 就是对我走的一生啊 到底我这一生在干什么 我二十岁做什么 三十岁做什么 五十岁做什么 七十岁做什么 孔子怎么讲啊 他说三十而立 我就可以成家立业了 我站起来了 我不必要靠父母了 我知道我怎么做决定事情了 五十岁他说什么 我们很多人都五十岁了 他说知天命 知道天的命令 上天的命令 我们圣经就这怎么讲啊 我就知道神的法律嘛 五十岁我们应该知道这样子哦 误道了嘛 大部分人五十岁还不误道 我五十岁也不知道 什么东西都不知道 六十岁做什么啊 六十岁耳朵就顺了 然后六十岁开始 这次六十岁的眼睛是…? 任何人的话 我就不会受到刺激了 我们老年人容易生气啊 固执啊 因为我超过六十了嘛 有时候看到晚辈做得不是很好 不合我的意 发脾气了 耳朵不顺 跟他们在一起合不来 七十岁不会犯罪了 这是孔子讲的 大概人都差不多是这样子 你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 那你就很难继续生活下去了很痛苦 孔子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他根据他的经验 这是神社的一个道理 你不照这个你就很难受 你会活得很难受 你如果进度到另外一层 打开了眼界又打开了 我们来看摩西怎么讲 诗篇九十篇 诗篇九十篇 我们看第十节 诗篇九十篇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 如果是强壮的可到八十岁 但其中所精夸的 不过是老虎仇环转眼成功 我们便如飞而去 诗篇九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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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每一个阶段都很痛苦 年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痛苦 我们想说退休了应该好一点啊 很多人退休晚上是睡不着的 因为很多的愁烦在心里面 尤其是烦我们自己的孩子 有很多心中的 没有办法平安的事情 转眼成空 很快就过去了 上个月回去台湾四个礼拜 有听到好几个跟我同年龄的过世了 去年过世了 所以我们遇到老朋友 很珍惜啊 我不知道下次我回台湾还看得到没有 或者我根本没有下次回台湾的机会了 年轻人不懂啊 因为他每天都在过得好像时间不够用的日子 但是我们有经验的人就知道了 看到我们的朋友 他爬不起床了 他要上厕所都要人家扶了 我们不敢笑他 因为再过不久我就向他 我们看到很警惕啊 人生这样过有什么意义呢 为什么人要这样子过一生呢 所有东西都没有了 我们到了那个境界 你有多少钱有用吗 你对社会有贡献有用吗 我都看到那些人 他只想他每天鬼过活就很高兴啊 你整个晚上睡觉都没有办法睡得很稳 我们看了就很难受 摩西告诉我们 第九节 因为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 因为为什么神要对人生发怒呢 因为人得罪了神啊 因为人不敬拜天父 因为我们人是天父所造所生的 天父是我的父亲啊 我竟然不认识他 所以人的生活都在神的震怒之下 不管哪一个人 都是劳苦愁烦啊 对自己所做的过去所做的都是很叹息啊 一步叹息 这个是摩西对人的一个了解 人生的一个了解 他的领悟人生的道理 但是他没有停到那里哦 看第十二节 十二节 求你求神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我们一个信徒也会跟人一样有这种的悲态 这种的悲态啊 人生这么短这么痛苦 怎么解决呢 我们求神啊 让我知道我的生命是什么 你有没有想过 你活的这一生是神要叫我们做什么 如果神启示我明白 那我就会很高兴啊 因为我就有价值了 原来在神里面的东西才有价值 什么叫做得的智慧的心啊 智慧的心 智神就是智慧 我们就了解神的心 我们读圣经了解不了解神的心啊 你在上班的时候你了解神的心吗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这个所罗门怎么讲 所罗门王在传道书 一般认为传道书是所罗门王写的 他对人的一生 人的历史怎么看 传道书一章九节 一章九节 以有的事后必再有 以行的事后必再行 日光之下便无心事 有人就看到这个日光之下没有心事 就觉得很奇怪 哪有什么没有心事啊 那他说科技一直发达怎么没有心事呢 以前没有iPad 现在有iPad 以前要写讲纲用自己写 现在就是放在iPad里面啊 怎么没有心事呢 为什么所罗门王了解这个呢 因为他了解了人的心没有改变 人的追求没有改变 不管是一万年前或是今天也是一样 以前中国有个皇帝啊 他大概是去游玩的时候看到长江 大概是看到长江 城江里面很多的船再走来走去 他的大臣当中有一个很有智慧的人 他就问这个大臣 这下面这个在船里面走来走去的 有的是做生意的 有的是游玩的 有的一大堆 到底有几种人在里面 他说只有两种人 皇帝很清晰 怎么只有两种人呢 哪两种人呢 一种人是追求名 另外一种人是追求利 第二种人是追求利 人就是会有这两个活嘛 没有改变啦 因为那是神给人的自由意志 就跑出来这两个东西嘛 不管你有iPad 有电脑没电脑 一样的啦 苏罗摩昂就很感叹 他见了很多的王公 他心里面所要的拿的都有 但是他讲说他心里面虚空 为什么他说他心里虚空呢 他了解一件事情 他的心没有办法用世界的东西来填满 世界的东西只是停留在世界用 这个心是为了神造的 只有一个方法能够填满我们的心 就是把神装到我的心里面 什么叫做把神装到我的心呢 所以传道书最后一章啊 他就做了一个结论 传道书十二章第十三节 Ecclesiastes chapter 12 verse 13 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 总义就是敬畏神 谨守他的诫命 这是人所当敬的本分 他讲了很多很多啦 从第一章一直讲讲到十二章 但是他最后一个结论 敬畏神啊 为什么要敬畏神 怎么敬畏神啊 就是遵循他的诫命 这是神造人人应当尽的本分 我想这是他的经验啊 他在一生当中神跟他讲话三次 第一次 他刚刚作坊年纪很轻 他向神求智慧管理他的百姓 神很高兴 不但给他智慧 而且给他没有要的财富名声都给他了 因为他要求神给他智慧 代替神管理他的百姓 我们今天如果有这个心愿 求神给我恩事 来帮助这个神的国度 但是不能拿来施用哦 第二次神跟他见面 是他献圣殿的时候 神大大的祝福他 两次都跟他讲 你守神的道 我一定祝福到你永远 那世世代代祝福你 但是你如果违反神的道 但是你如果违反神的道 我就把最重的处罚到你的身上 到你的子孙身上 这样子过了几十年啊 没想到他年纪大的时候 他离开的时候 他喜欢那些漂亮的女孩子 更要不得的是 他是娶了那个败偶像的一些外国的公主 那些公主啊把他们的偶像 从他的国家带到以色列国 因为他喜欢那些女孩子 他的太太 他不但跟他们去拜拜 还替他们建庙来拜 所以神跟他出现第三次 很生气 你违反神的诫命啊 本来我要处罚你的 但是看在你爸爸大卫的面子上 因为他遵守我的诫命 我不把处罚在你身上 在你儿子身上 真的 真的他的儿子啊 一座王没多久啊 一大半的江山都不见了 被人家拿走了 我想他大概得到了这个经验啊 他领悟到了 所以他写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 我应当遵守神的诫命 这是神给我的本分 悟道很重要 当然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做错了 我才知道啊 我们就了解悔改 好像所罗蒙王一样 但是呢另外一种人 神给他启示 他知道要追求神 这是一个恩典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一章 Let's turn to Luke chapter 1 主耶稣婴孩的时候 When Jesus was a baby 第二章 第二章对不起 Luke chapter 2 他在婴孩的时候啊 很小的时候啊 父母带到圣殿去献祭 When he was still a baby his parents took him to the temple 那因为那个照犹太人律法的规矩 他们要这样做 这二十五节说啊 在这个圣殿的那个城 耶路撒冷城里面 有一个老人叫做西面 And here verse 25 says That in the temple There is a man called Simeon 他是公义虔诚 He is righteous and devoted 他常常盼望神 就是弥赛亚救主来临 He was waiting for the consolation 结果二十六节说 他得到圣灵的启示 Then verse 26 That he received the revelation from the Holy Spirit 他说他在他死以前啊 他会看到神所立的基督救主 That he will not die before he has seen the Lord Christ 当婴孩被他 婴孩耶稣被他父母带到圣殿的时候 他圣灵感动 二十八节 二章二十八节 路加福音 西面就用手接过来 称颂神说 二十八、二十九节 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 誓望夫人安然去世 三十节 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 这个是神特别的启示 我们要知道主耶稣是婴孩哦 你看到一个婴孩 你说我看到救恩 这个不通啊 这个是婴孩耶稣 不是,跟救恩有什么关系呢 救恩是代表什么 福音是代表什么 我们都知道这是神救人的道理啊 但是他为什么看到婴孩耶稣说 我看到神的救恩呢 神要救人呢 因为啊,福音救恩也是指着主耶稣 因为啊,福音救恩也是指着主耶稣 救恩救主,救恩福音 在另外一个层面的意思 就是耶稣的意思啦 主耶稣的 主耶稣才不到一岁,几个月而已 但是他看到这个人是救恩的,这个婴儿是救恩的 而且他向神说,我可以离开人间啊,我可以死啦 这个大概是孔子也这样讲嘛,是吧 我早上听到道啊,我傍晚我可以死啦 孔子不知道那个道是什么意思啊 那么圣经约合福音告诉我们道是谁啊 那个道是谁 他说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孔子不知道那个道就是耶稣啊 但是他知道有一个神的道在那里 那个如果神的道我明白了,我死了无憾 这种人就是悟道 他知道他人生最重要的就是找到那个道 我们知道道是谁吗 你有没有感到很喜乐呢 如果没有,你就是还没有悟道 因为那个道就是主耶稣啊 道在我的生命里面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们没有悟道就不知道 那么多人到圣殿去 只有一个人他悟道啦 只有一个人他悟道啦 不是他很厉害 因为圣经说圣灵启示他 所以我们要求圣灵 圣灵会将神的救恩,神的道告诉我 圣灵会将神的道在我心里肯定 我们刚才讲过这是两个不同的层面 我们一定要追求那个心里的肯定 像心面一样 看到那个婴孩 我可以死啦 我没有遗憾啦 今天如果我们要离开世界的话 我们一定会有很多遗憾 因为我自己想,还有很多事还没做 但是如果我们知道神就是我最重要的事 是我最后的一件事情 那我找到耶稣啦 那我就没有遗憾啦 当然这个小弟也不是得到了啦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样子 这是真的可以得到的 保罗也是这样讲啊 我们看菲利比书 菲利比书的第三章 菲利比书第三章 保罗在菲利比书啊 他说啊 我在世界上 我靠我自己啊 是很多很多值得我夸口的事情啊 因为他是正统的犹太人 他是法利赛人的法利赛人 他是第八天就受割礼 西伯来人的西伯来人 就热心来讲我是逼迫教会的 律法上我是完全做到的 这种人啊是超过平常的人 他不是去做生意赚钱啊 他已经了解了神的道是最重要的 他要照神的律法去做 所以他一生做法利赛人 这次他还没有认识耶稣以前 他觉得这就是我的宝贝 第七节 只是我先前三章七节 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 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 以前他认为宗教的追求是对他有益的 他认为他是人上人 他是哲学家 他可以创造很多的理论来带领很多的人 他以为他很了不起 他觉得说这是最有价值的工作 但是他发觉到这些东西啊 不但对我追求耶稣有没有帮助 而且还有损害 所以他信耶稣以后 他讲他在传福音 他从来不讲他过去的东西的 他过去怎么有什么成就 有什么知识 他不讲的 因为他讲那些就有损害人家来信耶稣 也代表他心里面还不是把耶稣当作第一位 而我们要追求啊 只讲耶稣和祂的救恩 如果我们讲别的东西 也代表耶稣和祂的救恩 不在我们的心里面是第一位 我还有其他的东西比耶稣重要 保罗怎么能够知道这个呢 圣灵使他领悟那个道理 这个不是知识上、头脑上的东西啊 这是心里面的印证 只有心里面印证的人 他是自甘全愿地去追求 你心里没有印证啊 只是很勉强地去追求 遇到困难一定离开的 第八节 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 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 我为他已经丢弃了万事 看作愤土为要得罪基督 他不但说他过去的在法利赛 他做法利赛人的追求那些是有损害的 他说万事都是有损害的 我们很难了解啊 我们照顾我们的孩子有损害我吗 我去上班赚钱养家有损害吗 在保罗的心目中啊 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因为他找到宝贝了 主耶稣啊 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啊 做了那个比喻 好几个比喻 当中有两个比喻 一个是寻找宝贝 另外一个是找好珠子 基本上差不多啦 就是有一个人 有人啊 他就要找宝贝找珠子 这些人都是行家 因为如果我们不知道 我们对珠宝没有研究 这个石头有什么好用啊 拿那么贵 但是对行家来看 如果拿来一个石头一看 哇 这个太有价值了 他就把所有的财产 全部卖掉去买这一颗石头 换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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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的 因为这颗小石头 超过他所有的财产 这个就是把耶稣当自保的意思啦 任何一个东西跟耶稣一比起来 就是一垃圾啦 因为耶稣是神 在耶稣里面才有救恩啊 我在耶稣里面就不定罪啦 如果我一生都在耶稣里面 主耶稣会保守我啊 我不在乎我其他的得失 抱抱人对我的攻击 保罗常常被人家攻击啊 不是那个没有信的人攻击他 不是教会的人攻击他 幽太人攻击他 他都不放在心上 他有一次啊 圣经里面想啊 他自己讲的 他被人家抓去审问 在开庭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帮助 没有一个人站出来 我们看使徒行上 都知道保罗救了很多的人 他行很多神迹奇事 很多教会都是他开始的 但是他上法院被告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敢为他作证 当然他讲这句话 他就很感叹啦 如果我们是保罗也一样 到哪里去呢 我现在有困难啊 患难之真情啊 真朋友找不到人啊 但是他说 耶稣在我旁边 不是耶稣真的显现在他旁边啊 因为他心里有耶稣 他每天都有耶稣 不管是什么时候都有耶稣 他不恨那些没有人来帮 那些人不来帮助他 他反而为他们祷告 来求神增加他们的信心 他跟人家讲 耶稣在我里面 耶稣是我的至宝 这是宝贝 圣经讲的悟道 不只是悟人生的道理 当然有帮助 但是这个道不是指那个 是指神啊 是指耶稣 是耶稣在我们身上 这个做人 罪人身上所做的事 耶稣我们来看最后看以福所书 第一章 第17节 以福所书1章17节 这个保罗啊 为以福所教会祷告 他的祷告是干什么 他要求神啊 让以福所教会的信徒悟道 真正了解神 第17节 1章17节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 荣耀的父 将那世人智慧 和启示的灵 赏给你们 使你们 真知道他 真知道神 诶不是只有头脑 不只是头脑上的 知道哦 心里的肯定 知道神哪些事情呢 接着讲 他讲三件事 第一件十八节 第一件十八节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 使你们知道 他的恩招是何等的指望 知道神的招呼啊 就是我们信耶稣啊 是神的恩招 我们能够信耶稣 是有一种我们不了解的伟大的盼望在那里 因为信耶稣最后就是进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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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下地狱的 那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 是何等丰盛的荣耀 基业就是指天国的基业 不但有指望 而且是绝对的荣耀 因为在天国 因为在天国 我们是在神的荣耀里面 第三件事情 并第十九节 并知道神向我们这个所信的人 所显的能力 是何等的浩大 后面是在讲死里复活的能力 怎么能够悟到神呢 就是在现在活的时候 能够体验神的死里复活的能力 在我的生活里面 生命里面 因为你有这种体验 你心里对神就有绝对的肯定 求神啊让我们能够悟到祂 真知道祂 不是在知识的层面上 是在心里的认定上 这样子我们的信心啊 才能够肯定 我们来唱诗五百一十四首 我们唱第一节跟最后一节就好 五百十四首 五百四首 五百四首 一首 and last verse 七五十五十四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是在以赛亚书啊 九章六节的 那里预言啊 有个小孩 有个婴孩要为我们而生 他的名字叫做奇妙 这什么叫做奇妙 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奇妙啊 这种 wonderful 超过我们人能够想象的好 这代表什么意思啊 就是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看不见那个神要成为人住在人间啊 天父成为一个婴孩啦 他来拯救我们 他就是永在的父 他是和平的君 因为他带给人类 让人啊 跟神能够和好 那求神给我们有这种的领悟啊 我们感谢神啊 今天带领我们的聚会 我们在祷告中 求神打开我的心啊 能够领悟他的道 我们也求神打开那些目道者的心啊 让他能够领悟耶稣是谁啊 所以我们也要求神打开的口就能让他们明白